還有Klaus Compa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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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Briant 請問你們所見我今天前面有好幾個包裹 這是我今天收到的我都還沒有打開 那包裹裡面裝的時候是什麼呢 其實你們應該都知道Klaus在七月中的時候 在日本富士山山腳底下 他放了一支躺著姿勢的 Klaus Companion的重氣氣球 這就是他的Holiday系列的活動之一 而這次是來到日本 那這些包裹裡面裝的就是 那次活動裡面所販售的相關的商品 一些娃娃盤子之類的 那因為我都還沒有打開嘛 所以就希望我們能一起同時的來看這些東西 然後你們也能看到我的first reaction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首先我們來看看第一個箱子 第一個箱子裡面裝的就是 喔是三隻 這是這個Holiday造型的公仔 然後我把它打開一下給你們看 沒有三個影色 好啦終於把包裝都拆完了 它包裝得非常的仔細 非常的繁複 那現在我們開始第一箱裡面裝的就是三隻公仔 那這個公仔呢其實就是 Cos holiday 這是在日本躺在富士山底下的那個姿勢 就是用手啊 墊著頭 然後這樣躺著 很Chill 很可愛的姿勢 那這次公仔很特別 就是它有做一個防偽的認證 就是你手機可以下載一個App 然後就可以掃描 防止或是以降低大家買到假的Cos公仔的機會 因為現在在外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假的Pos公仔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黑色的 然後這個是灰色的 最後這個是咖啡色的 那我來看一下它當初的售價是多少 我手機裡面有它的價格 OK 所以這個一隻都是1565港幣 所以大概遮合台幣大概是 6000多塊左右 6500塊左右 賣的還算滿貴的 再來我們來開第二個包裹 好 OK 第二個包裹呢 它的第一件物品就是 這個抱枕 它是示意圖嘛 這是富士山 然後這是靠著那個 充氣的氣球 它是一個抱枕 不是可以充氣起來的 再來 第二個東西就是 一件T恤 這次也有蠻多件T恤 好像總共有6件T恤左右 但是我就是買了一件 所以我覺得 算我比較喜歡的 這件是粉紅色的 前面有這個Cost的眼睛 然後後面是富士山 然後寫著Cost Holiday Japan 我覺得這顏色蠻好看的 然後圖案也很可愛 所以我選了這一件 再來還有一個東西要包得很密 那我來把它拆開 拆開之後你可以看到一個非常 精緻精美的一個紙盒子 那我們來看看裡面裝的什麼吧 裡面就裝的 它是出了一組盤子 就是盤子的系列 可以看到粉色跟藍色的富士山 然後下面還有一層 比較大的大盤子 藍色的富士山 然後最下面的是 粉紅色的富士山的大盤子 所以它總共一共有4個盤子 兩大兩小 然後都是藍色跟粉紅色的 那買到這組我很開心 因為上次在台灣的時候 它也出了一組盤子 就是有小籃包啊 然後有點中國風的造型的盤子組 然後我沒有買到 這次可以買到這個日本的這一組 我覺得很開心 再來呢 它們三個售價分別是 看一下T恤是390塊港幣 所以大概1600塊台幣 然後這個盤子組的話是 1570塊港幣 所以也就是大概6500塊台幣左右 然後再來這個充氣的抱枕 是945塊港幣 所以大概4000塊台幣左右 再來第三個包裹 這個 也是這次推出的絨毛娃娃 然後是富士山的造型 你看非常非常可愛 然後摸起來非常好摸 就很有質感 超級超級柔軟 這個如果放在沙發上 或是放在櫃子上之類的 都是非常非常的可愛 這個顏色真的是很不錯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售價 它的售價是1415塊港幣 也就是1200塊台幣 也是大概6500塊台幣 那以龍馬娃娃娃來說 其實這兩個龍馬娃娃 賣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貴 不然你一般在書局 買個差不多一樣大小的龍馬娃娃 可能七百塊台幣就有了 這竟然要到6000塊 真的真的蠻貴的 好啦那我今天的開箱 就差不多到此為止 然後我等一下會拍 我這次收到了所有的東西的一些 鏡照啊 讓你們大家可以看個清楚 還有我看到你們上個影片 給我的留言 還有我看到你們想要我拍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會盡量去收集資訊 還有去收集一些相關我可以講的內容 那謝謝你們大家 你們大家還是可以繼續跟我說 你們想看怎麼樣的內容 然後謝謝你們大家的支持 謝謝你們收看 Peace